Trace昨日在2023年公告牌女性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突破奖 成为了第一个获奖的韩国流行组合 子余和彩英用英语发表了获奖感言 感谢了万死表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现场Trace也展现了对舞台的驾驭能力 深受现场观众的喜爱 然而在舞台上至少的麦克风出现了一些问题 至少不得不提高音量以便观众能听到他的声音 尽管如此 Trace还是完成了一场表演 整个典礼中让其他嘉宾没有想到的是 Trace整晚都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每当屏幕上出现Trace的画面 会场中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就连主持人美国女演员 作家兼制片人昆塔·布伦森 也不得不亲自测试Trace效应 当他喊出Trace的名字时 万死们就开始欢呼咆哮 这样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 真的证明了Trace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让万死们以他们作为女性 在音乐领域的杰出成就而自豪 此外 Trace Breakthrough of Earth的话题 也登顶全球趋势一位 各成员也都登上全球及各国趋势 展现不可抵挡的人气 期待3月10号的强势回归 爱到韩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